台南大学校园女学生遭到鲁杀 现在校方也做出了最新的惩处结果 表示学务长请辞 总教官也要请辞 而且还有相关动作 我们已经制作好 但是在何时 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下 给目前还没有协商 学务长其实在第一时间 已经向我们校长请辞 那我们校长也同意 另外就是我们校长中心的主任 就是总教官也请辞 校方表示女学生其实明年就要毕业 现在已经赶制了一个毕业证书 要透过来到台湾的家长 让他们给带回 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感到相当遗憾 所以除了将这个学校网页 变成黑白之外 也在校园里发起白丝带运动 但是相关的安全问题 他们现在也开会也拟出 要和附近的这个里长 以及巡守队和警方 展开了三方的联系 表示从晚上六点开始到凌晨两点 其实会紧密的做一些巡逻动作 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状况 会马上处理 希望借此来表达 他们对于校园安全的重视 的第一次